幫忙 接下來是 夏全台菜廚房 妳好 老闆娘 妳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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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今天我們帶來了兩道菜 第一道菜是 椒鹽肥腸 請問一下你們餐廳是台菜 那這個是台菜嗎 現在的話餐廳裡面 大概很像剛剛那一位 他們店裡面也是川菜什麼菜 都加在一起 有時候川菜館裡面也會出現 可能別的菜系的菜色 太多了 沒錯 這個老闆娘很厲害 先探討一下 你知道嗎 你自己已經試在裡面了嗎 重點是要吃 好夠味喔 是不是 來一個 其實我今天來這邊 有一點那個耶 怎麼了 矛盾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本來 本來我那個 我先生是你們 一直看你們節目 是 我們下班都很晚了嘛 是 做餐廳 然後回去他還硬要看你們節目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這三個人有什麼好看的 老師在看 不要 不要 不怪他寫中間 他寫到老名 然後現在看到我們看了 對 然後後來我們 就是參加入選了之後 來看到你們三個 我就覺得有點矛盾 那時候想說 三個人如果讓我遇到 我可能 想要念一下他們 可是今天突然真的看得到 念一下我們 什麼意思了 就是做這個節目 讓他一直沒有時間休息 應該要回家休息 休息 老公一定要 他回到家還是在看電視 為了我們三個不睡覺對不對 對 可是今天是為了他特地來 上這個節目 他怎麼沒來 他有來 可是他不上鏡頭啊 在哪裡 太羞了 他 他不上鏡頭 老闆 我們今天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把妳老婆親婚啦 我在那裡 你不覺得他看了我們節目 變得比較健康了 對啊 有啦 精神會比較好 對啊 心情比較愉快 就是到最後我想說 就娛樂一下工作嘛 因為我們做餐廳 很辛苦 對 所以廚師很累的 那他又都是長廚的 對 對啊 所以就 對 妳都算錢還好 沒有 我爸爸也是廚師 他也看國光幫幫忙 是不是 那請問一下 這個第一道菜是什麼 第一道菜是我們的 椒鹽肥腸 上面撒的這個是 蒜酥吧 蒜酥 蒜酥很像 過過油的對不對 對 其實 全部連它下面的這個餅皮 都是我們自己 上面還有餅皮喔 對 就是那個 都是自己炸的 對 都是自己炸的 那這一道菜的 對 那個也都是自己炸的 這個餅皮好好吃喔 餅皮吃下去不一樣 又是另外一個味道 其實配的餅皮特別不一樣耶 整個口感完全改變 其實我覺得 喝啤酒也是要當下韭菜 我覺得它最主要第一個就是 除了剛剛有來賓講說 要辣啊 重口味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 它要 乾 要乾 對 它不能太濕 湯湯水水水 對 對 因為是啤酒 油膩的感覺 對 對 是啤酒 靠啤酒口感 對 你老公平常都喝烈酒還啤酒 他不喝酒 不喝酒 對 那怎麼過日子 他不喝酒 我們回家他 他喝茶 我自己喝我自己的 難怪他那麼瘦 對 他不喝酒 不是 他都已經不喝酒 也不去外面回旅 看一下國王幫幫忙 你還在生氣 對 幹什麼這樣呢 是不是 好不好 我們來一點空間嘛 好不好 最後的福利都被你剝奪了 對不對 老闆今天開心 今天看真人眼 但我是說真的 我們是真的 我是真的抱著說 要來參加讓他看到你們 開心一下 對 開心一下 來 交叉握一下 來 握一下 握一下 平常在分離的時間 就是我們三個 對 好 下一道 老師 我們平常對於肥腸這個食材 我們看到最多的就是 那個蚵仔麵刷裡面的大腸 要不然就是滷的那種 滷的那種厚厚的肥腸 可是你看 這個肥腸 它的刀工是把肥腸整個開了以後 把它切成長條 跟那個裡面長條形狀的四季豆 兩個都是屬於炸的 可是四季豆的這個蔬菜裡面 它還是飽含著水分 對 然後肥腸把它炸得非常的乾酥 完全吃不到水分 所以這兩種不同的食材 同樣是油炸的一個方式 可是你咬在嘴裡面 有一種交替的感覺 對 所以尤其當你在喝了 微帶一點苦苦的那個啤酒的時候 帶一點點胡椒的焦香 一點蒜的焦香的時候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一種各種感覺 衝擊在一起的感覺 是啊 你們店裡面還有一個叫什麼 鹹魚滷肉飯 對 那個可能 厲害喔 只聽過鹹魚炒飯 沒有鹹魚滷肉飯 對 跟臺灣可能只有我們賣 對 那你們全臺灣只有你們在賣 妳還不讓妳老公看劉川に 對 我是喝菌 我那個鹹魚滷肉飯 聽說是每個人到那邊必點 對 因為我們算是在橋頭堂場 那它是一個比較文化 區域 對的區域 然後比較 要走復古的那種地方 那我們就會想辦法把我們菜色 變有那種阿嬤的味道啊 古早味的那種 但是又要創新 對 所以我們就做了 我先生就做了這個 鹹魚滷肉飯 能幹耶 對 他做菜是真的很好吃 下次你們來南鋪到我家來 請你們吃 一定 謝謝 那妳讓他看國光棒棒嗎 看看 來 第二道菜 這什麼 哇賽 這個很特別 布拉魚 對 就是 布拉魚 蒜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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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蒜絲 有吃的 等一下 這個是真的是大蒜 鶉魚蒜絲 它那個蒜絲其實是要很 就是新鮮剛和好的時候 跟那個鶉魚配起來的時候吃 好香喔 這好香喔 這樣子會比較那個 這個太厲害了 這個菜刷牌 老師 是不是越簡單的菜 其實是越神奇 越不容易做 對不對 像我們你們這些大男生平常喝酒的時候 通常會喜歡吃一個丁香 丁香花生 花生對不對 是 那你看 這個喝啤酒應該要用什麼樣的下酒菜呢 我們通常喝什麼紅酒啊 白酒啊 烈酒啊 香檳 要配的那個菜就是不一樣的 對 喝啤酒因為大家要很豪氣 所以喝啤酒的菜要粗曠 是 所以它是完全清蒜的氣味 你吃到的完全就是那種蒜苗的味道 是 然後它同樣放了花生 它放的是那種 烏拉魚那種小魚 會感覺到它在粗曠之外 還是有細膩的 以上 今天我們四個 四家店家代表的菜 大家都已經品嘗過了 馬上進行投票時間 今天入選的八道菜 將選出獲勝的兩個店家 到底誰的下酒菜 能擄獲藝人們的胃呢